美国海岸警卫队25号宣布 正就泰坦号深海潜水器内报事故 展开海事调查 美方称当前的首要任务是 打捞散落在大西洋海底的 深潜气残骸 美国海岸警卫队发言人约翰·梅杰 25号在马萨诸塞州首府 波士顿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 以正式组建海事调查委员会 由贾森·纽鲍尔出任首席调查员 调查泰坦号深潜气内报事故 按美联社说法 以海事调查委员会名义做调查 是美国海岸警卫队进行的 最高级别调查 如有必要 委员会后续可向检方提出 民事或刑事惩戒建议 纽鲍尔说 从海底打捞残骸的行动正在进行中 他们已绘制失事地点地图 目前的首要任务是 打捞泰坦号残骸 将采取全套预警措施 以应对发现人体残骸情况 泰坦号深潜气 由总部位于美国的海洋之门 勘探公司运营 海洋之门首席执行官 及本次失事深潜的操作员 斯托克顿·拉什已在事故中身亡 其他不幸罹难乘客 拥有英国 巴基斯坦和法国籍 鉴于拖曳泰坦号前往事发海域的吉地王子号 从加拿大纽芬兰圣约翰市出发 且挂有加拿大国旗 加拿大交通安全委员会24号宣布 开始调查泰坦号内报事故 纽鲍尔说 海岸警卫队调查人员 正与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 加拿大交通安全委员会 法国海上事故调查局和英国海上事故调查局等机构密切合作 以与加拿大方面共同在圣约翰市收集证据 据路透社报道 调查发现将与国际海事组织等共享 按英国广播公司说法 纽鲍尔确认调查有望促使业内强化 对潜水器安全的监管和规范 但无法确认调查何时完成 美联社先前报道称 因难以确定司法管辖权 对事故责任方的起诉 预计将非常复杂